欢迎大家收看本期新车快讯 我是你们的小师傅 第八代高尔夫GTI已经在路上 而更为强大的第五代高尔夫R随之而来 新一代高尔夫R将在2021年年底作为2022款车型亮相 官方承诺它将拥有更强大的动力 更先进的技术以及更高的性能 为了证明新车性能优异 大众还请来了御用车手兼车型研发师 本杰明·卢特尔 他驾驶着新一代高尔夫R在纽伯格林诺德谢夫赛道进行了测试 最终圈速用时7分51秒 比上一代车型足足快了19秒 即将推出的新一代高尔夫R将搭载EA888 2.0T四缸乌轮增加发动机 最大功率315马力 最大扭矩420牛米 大众表示发动机与7速双离合变速箱搭配 百公里加速接近4.7秒 比老款高尔夫R使用6速手动变速器还要快 新一代高尔夫R与新一代GTI均来自大众MQB平台 但工程师对几项关键部件进行了强化与升级 并在四驱系统中后桥加入了两个离合器驱动单元 更为有效地控制内外侧轮上动力输出 大大增强了车辆在弯道行驶的抓地性与稳定性 新一代高尔夫R前翘仍然使用麦克星悬架 但它被安装在一个只有三公斤重的轻质铝权框复车架上 前轮外倾角设定为1.2度 同时新的自适用减震器拥有更为宽泛的软硬区间 电子转向仍然保持14.1的比例 但方向盘打满只要两圈多一点 大众还对新车前后稳定杆进行了加强 强度增加了10% 并在前后悬架控制臂中加入了新的衬套来增加舒适性 新一代高尔夫R将会配备三种下级性能台 尺寸均为235 35 R19 分别为普利斯东博天族SOO5系列 固特翼Eagle F1 Supersport或者是韩太Vintus S1 EVO3系列 外观设计方面新款高尔夫R与GTI很相似 车身离地间隙比普通高尔夫R20毫米 尾部配有两个镀铬排气尾猴 一个扩散器以及车顶扰流板 内饰部分新一代高尔夫R还用GTI相同的全液晶数字仪表 配备10英寸中控娱乐显示屏 内部设计有2专属UI界面 方向盘为全新造型 39点位置为触控反馈控制单元 座椅采用运动筒形座椅 选用哪怕真屏面料 座椅外侧配有碳纤维花边 靠外上绣有蓝色二标 目前大众韩米尔正式供估新一代高尔夫R的售价 相信应该与上一代车型售价不会相差太离谱 对于这款车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